我們這邊就來介紹ASB.NET MBC Area使用區域切割網站 在MBC裡面我們可以將獨立性較高的部分功能 切割出來成為一個直網站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網站之間的偶合度跟複雜度可以降低 那也便於我們日後在管理維護網站也會比較容易 那這些被切割出來的直網站呢 他們都擁有很完整的MBC的架構內容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範例 我們可以在畫面上面看到我們有放四個超連結 這四個超連結呢 等下會分別幫我們移轉到本地端網站的位置 跟這個area、區域網站的這些相關的位置 當我們點取第一個超連結的時候呢 它會移轉到HomeController的Index這個動作方法 OK那這是在我們本地端的部分 那假如說我現在按下第二個超連結 它會移轉到Member區域裡面 那裡面也有設置一個叫HomeController 也有設置一個叫Index 這樣的一個Action的動作方法 檢視頁面 當我們點取第三個超連結的時候 它會移轉到 Prada這個區域裡面 一樣有個HomeController跟Index這個動作方法 好那假如說我現在 點取第四個超連結的時候 它也會移轉到Prada這個區域 那裡面也有個叫HomeController的 那因為我們 我們在MVC預設路由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Action要是沒填的話呢 它會預設是讀取Index的這個Action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它其實預設是讀取到Index這個Action的檢視頁面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操作就可以發現 在這個網站裡面呢 它除了本網站之外 它還分了兩個直網站 也就是Member跟Prada 那這兩個直網站裡面 各自都有很完整的MVC的這些結構 所以說它一樣擁有Controller跟Action 這些部分 那在一個MVC網站裡面呢 它的Controller名稱其實是不能夠重複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除了本網站之間 有使用到HomeController之外呢 在Member跟Prada網站 這兩個直網站之間 也有使用到HomeController 那在MVC的專案裡面 其實如果Controller名稱重複的話 其實是會產生錯誤 是不能執行的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 是透過區域這個機制呢 讓每個直網站之間 都擁有屬於自己的HomeController 那你不用去擔心說 例如說我的Member網站 不用擔心說我的本網站 或者是我其他的直網站 有沒有用到HomeController的這個名稱 那會不會去跟他們重複 那在區域裡面的話呢 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相關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開啟566的BENGIC器 我們在Views資料夾下面的 Index這幾個CMN檔我們打開 那我們這邊提供這一次 範例相關說明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繼續往下看 這邊的話還有一些說明 那我們當然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這是相關其他說明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在這個HTML文件裡面呢 我們這邊在Body段落有放著這些剛才給我們操作的這些超連結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這些超連結呢 我們要移轉到特定的區域位置的話 就是原本的話我們是在訪問到HomeController的Index 那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前面加上區域的名稱 所以我們前面再加上一個MEMBER 或者是再加上PRADA 這樣就可以移轉到各區域裡面 他的我們所要訪問的這個特定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在下面我們用HTML 頁面輔助方法的HLINK 產生出來的這個超連結的這個文字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最後面這個參數 我們使用New的方式可以設置Controller 那我們這邊就有設置Controller 所以剛才在按第四個超連結的時候 我們之後到該Controller的就是HomeController的這邊而已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這邊還設置一個叫Area的這個屬性 那這個屬性的話就是讓你去設置 你到底要訪問到哪一個區域的名稱 所以我們經過這樣的設置的話 你可以發現我們在第四個超連結 他就可以到這個發達這個屬性名稱 那這次我們假如說 各位朋友如果你要使用HTML A面輔助方法的HLINK的話 可以做這樣的設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整個MVC專案裡面呢 我們有很完整的Controller 也有很完整的View 也有很完整的Model 所以這是一個一般的這個MVC的這個網站的架構 那裡面有一個HomeController打開 這是HomeController裡面還有一個Index 這個A型動作方法 那下面的話呢就有HomeController的資料夾裡面有一個資料 Index的這個檢視頁面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完整的那個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這邊還有一個Area 這個目錄 那這個目錄裡面又分成Member跟Plata 這兩個目錄裡面呢自己又有一個很完整的MVC的架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邊一樣有個Controller HomeController跟這個Views的檢視頁面 那下面這個Plata也是 可以看到它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OK那這個架構的話呢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直網站 所以本身直網站之間有它自己的很完整的這個MVC的架構的這些功能 那不同的地方是說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個直網站名稱 然後Area 然後這是它註冊的一些資訊 所以這邊打開之後呢 這是它的路由表的 有關於路由表的設置 它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這我們之前也就看過 那不同的是在原先路由表的話它是一個Default 我們看一下原先 這是我們本網站的部分 原先路由表是設置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它原先的設置 之前我們看到也是都是這樣的設置 那可以看到在區域的那個路由表裡面呢 它這邊會加上前面是它的名稱 然後底線一個Default這樣的一個名字 那在這邊前面的話就加上這一個區域的名稱 後面才是Ctrl的跟Asian ID 那這邊它有設置 他們的預設值是這樣的設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他們區域裡面的這個有關於路由表相關的設置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Prada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是Prada它的設置的部分 所以我們訪問的時候才會變成前面會有一個這樣的名字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 前面是它的名字後面是Ctrl的 後面才是Asian動作方法 好那我們 除了這樣設置之外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區域要怎麼來建立 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區域的這個內容 那所以說在這個區域裡面內容就可以擁有 它自己很獨立性的有Ctrl的也有這些Muse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就針對這些不同的性質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Member的話 我們就一般都會去做一些有關Member這一方面工作性質的操作 那Prada這邊就會做Prada相關的工作性質操作 那這本身之間他們是用直網站的性質來去做呈現的 那這種方式比較適合在哪裡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用在後台管理部分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後台管理呢 可以針對我們前台的一些不同性質 有的人是依照網站 不同網站之間來做區分 有些是依照網站裡面 他可能譬如說產品 這一個性質的功能其實還蠻大的 範圍蠻大 那我要把它獨立出來的話 所以我可能會分成產品 或者是在分成勾車 或者是分成其他的像那個網站的其他資訊的管理等等 或者是留言板 那有些人很會做這樣的規劃 那這依照我們對自己這個網站來的性質呢 自己去做那個規劃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這些直網站裡面呢 那他們的Controller名稱其實都是可以重複 所以他不用去管說 華達這個Controller的名稱 我裡面有個叫轟Controller 會不會去跟我的另外別的Member的Controller做重複 那這樣的話我們其實是有做一個設置 我們在這一個本地端的這個Controller呢 其實在直網站之間 他們其實是不會有重複問題 可是當Member的這個轟Controller 他這邊設置這個Controller 其實他會跟本地端網站會有重複 所以你可以看到假如說 我們先把這個我們後來設置這個移掉 我們把它打註解 我們先回覆到以前的 這是我們原來的設置 然後我們先重建一下方案 你可以看到當我現在直接去執行的時候呢 我執行這個 他會產生出他的控制器 也就是他控制器裡面是有重複的 他跟Member跟Plata這兩個Controller的重複 那為了要避免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必須要在本地端的 撈廳 路由規則做動一些手腳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的話 我們使用下列這種設置方式 我們把上面這個先註解 下面這個設置方式呢 他前面這些都一樣 他只是在後面這邊加了一個New的 Tree的這個陣列 那我們加上把預設本地端的這個Controller 前面再加上一個這個預設的命名 的名字 所以說加上這個之後呢 這樣子系統他就可以去分辨說 目前我訪問的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重建一次 好在本地端的Controller 然後他就會幫他加上了一個 可以識別的名稱 這樣就不會跟這些區域的這些Controller 做重複 OK那所以說我們這邊有做了 這樣子一個處理 好那 大致上區域的話 這個機制呢 相信大家都已經很了解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區域的這個 我們可以在工具這邊呢 我們在這個Air裡面 然後呢我們在這邊可以按下加入 那因為這是原先已經有的部分 我們來嘗試一個完全都沒有的情況 我們先把它做個備份好了 就是在剛開始 原來專案裡面其實是沒有這個 Air史的這個資料夾 那他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我們在這邊按下滑鼠右鍵 然後有個加入 加入這邊有個叫區域 OK那區域名稱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 例如說我們現在選擇一個叫Job Job好了 好 加一個MyJob 這樣名稱應該是不會跟系統有什麼重複 那加入之後呢 這時候他就用Scafol方式幫你產生出來 那可以看到呢 他這邊馬上會建立一個 Air史的這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是他固定的 所以說大家就依照這個他的命名規則 就是一定會建立一個叫Air史的資料夾 那下面的話就是你自己的區域 那區域可以看到他展開來之後呢 這邊有Control的也有Views 那因為現在目前都沒有東西 那他預設他會先幫你開啟這個檔案 就MyJob的Air 那這個Registry的這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裡面呢 就會有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他前面是他的區域的名稱 後面是Default的這個名字 那這邊固定前面都會加上一個Job的那個 那我們可以去訪問 那因為目前沒有Control的 所以我們要先建立一個Control的出來 我們加入一個Control的控制器 我們先加一個空白的就可以了 那用Default 或者是用Home 假如我們用Home好了 可以加入一個HomeControl的 好加入之後呢 因為他還沒有檢視頁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 快速的幫他生出一個檢視頁面 新增檢視 那檢視名稱用Index就可以了 好那直接按加入 好那我們打一些資料 讓大家識別一下 這是我們目前建立的 那我們建置一下方案 好那我們直接來訪問這一個 這一個我們建立了MyJob的區域 OK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已經訪問到這個區域的部分 然後他前面是MyJob這樣一個名稱 後面是HomeControl的Index這個動作方法 那其實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很快速幫我們建立一個區域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可以切割網站的這樣一個集資的操作 好那他會在這個AreaS的這個資料夾 那也要記得在做這個之前呢 我們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這個區域切割的話 記得在本地端的這個LouterConfig 這邊最好要做這樣的設置 那這樣的話才可以讓你的本地端的這個網站 他不會去收到這個直網站之間 他的Control的名稱 跟他重複而產生剛才的錯誤問題 好那我們應該應該就這樣子 好我們這邊就介紹這個Area使用區域切割網站的範例 那就說明到此謝謝